5.7.5 女孩 我可能没有那些女孩子 她们怀着各种各样的才艺 我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女孩子 我不知道我的闪光点在哪 我就是那种在KTV里面唱歌 都能躲在角落里吃果盘 就是一点存在感没有 所以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去追梦 有时候会觉得就一拳打在棉花上面 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 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也让自己更有一些价值 或者说每一次的困难 我觉得我熬过去之后 我会特别有成就感 我小时候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有一种幻想 我总觉得我生来注定不是平凡的 这很中二 然后也特别渴望外面的世界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太熟悉了 闭着眼睛都知道 每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条路就是该怎么走 很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因为有在电视机上看到一些电影 什么的电视 发生在上海北京 就这种大都市里面 我觉得就发生的每一件事 都是我想要去尝试和体会的 然后当时我一直没有去过上海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上海满地都是环境 就随随便便都可以挣钱的那种 然后去了之后我发现比我的家里还难以生存 然后也还有很多的骗子 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就是说对这种大城市的渴望 然后有时候我要看到报道说 谁谁谁明星出现在哪个街哪个路 我好像跟他们站在同一片天空下的感觉 然后就是很 就感觉 这种感觉很奇妙 留在这个城市是可以证明价值的时候 你不要欺负他 我好 我好 我好